刚刚接一电话 我们是公安局 有一个你的包裹里面 发现有违禁品 请速与我们联系 接我拍案而起 我的货你们也敢接 哪个支队的 把你们局长给我叫来 对方啪哒一声挂了电话 侄子看卡通 看了一会儿就把电视关了 说快考试了 电视不能多看 我夸他自觉了 然后 侄子说眼睛看坏了 棚桌写啥都看不清 妻子和他的老公闲谈 我有一麻袋的就衣服想捐赠 老公 为什么不直接扔进垃圾桶呢 那容易多了 妻子 但是有些挨饿可怜的平民 可能真的需要这些衣服 老公 亲爱的 任何能穿上你衣服的人 都不会挨饿的 近段时间感觉手脚肥了好多 朋友们说怀孕浮肿很正常 今天去检验在量血压的时候问医生 医生 我浮肿没什么事吧 医生摸了摸我的肥手说 姑娘 这不是腹肿 是你长的肉 和女友住酒店斗嘴 遇警察茶房 女友 你快走 别管我 我还没缓过神来 他们就把我按在了地下 二货女友在耳边说 你的命运就掌握在我手中 以后少惹我